第五十八届金钟奖颁奖典礼 金钟影后钟心灵主持表现备受好评 以精彩的控场能力和巧妙串场赢得赞誉 典礼开始时钟心灵介绍嘉宾台词斗趣 比方网内互打就引发爆笑和掌声 引进人在颁发最剧人气戏剧节目奖 尴尬忘词场面 钟心灵也立刻就场 接话是紧张还忘词 没关系我来帮你讲 神救援化险为夷 颁发迷你剧集男女角奖时 钟心灵的串草内容 自嘲像徐伟宁的仆人 调侃夏宇乔拿小超 此外钟心灵还cue吴康仁代言知名外送梗 请他自己把奖杯放进去 笑点满满引发欢呼 让观众称赞非常顺畅 也没有尴尬的感觉 即便今年典礼也超时 但钟心灵的主持让典礼整体活泼不少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